张大侠 来了来了 几个人 就他一个 展昭到此 张大侠 张大侠 欢迎 多谢 张大侠 您果真一个人来 不担心有埋伏吗 我信你们的话 张大侠 你好有信心 不怕我们哪个打你一个 那还不知道谁会赢呢 哈哈哈哈你 张大侠 你怎么就这样来呢 你们只邀请我一个 说会一礼相待 我信你们是君子 说话算话 张大侠 谢谢您的信任 彼此彼此 我今日到此有两个目的 一来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为什么要像个山子一样 打劫其他人 虽然没有人受伤 但是总不是见证警示 第二我要来说服你们 何不将功赎罪 跟我一起主报阿娘 为民除害呢 二 张大侠 这话严重了 我们就是平民百姓 哪有山贼的能耐 我们只不过取了别人的补义之财 拿去战绩百姓 呵呵 你倒是自己成了犯行 这么说来也就是义贼 我穿了义贼 还是犯法的 Oops 我们就是想欺欺你 你是鱼猫 我们是老鼠 感情皇上是要你来抓我们 我们不过是被名号给蒙了真性情 管他是猫还是鼠 看来我们都是帮助人的事 不是吗 愿闻其详 我在朝卫观是为了光复正义 除暴安良 百姓谋不平之事 大家都说你们也是英雄逃害 你们提倡免奸极苦 浮困济贫 也是为百姓安康做奴隶 我们做的不是都在为人民做事 好像有那么点道理 我兄弟虽然是混江湖之人 但是还是懂得是非对错 懂得保护弱小 说得好 但是你们终究就是五个人 要不跟我一起效忠朝廷 可以光明烈恶地惩处二人 我们戴罪之身 怎么当朝廷的命官呀 不如将功赎罪 跟我一起处罢安良 如何 成 我敬你们的良心 咱们兄弟相称如何 我敬您